福建鄉三合川 一堆苦生的哥哥和妹妹 因为他们的爸爸贵心 外交的帮妈妈有了新的家庭 原本在住的地方老孤不堪 就在新的二冠团体证之后 就决定帮他们去新宿 但完全有百名二冠用了一天的时间 再去一个能够吃风飘雨的新宿 时间很久 三礼拜要去一宗宿 看起来很不可能 但是台湾是二冠团 这都要让小孩有一个十风飘雨的地方担担 已经出动了大概四五十人到六十人 因为有时候来来去就不知道 然后在我们海西哥调配之下 我们把工作完成了进度 完成了进度之后很多事情做 我们今天有耽误到行程 因为什么很多东西进度 地方不熟配合不上 那我们处理了 那我们今天大概预计在大概十一点完成 然后再留意下礼拜的进度 那各方面的工作 因为现在在整个 因为这边的真的 所谓的施工上面真的是不方便 那不方便之外之下 我们就尽量去克服它 用人工也好 用各方面的方式 想办法去把事情做好 那也很谢谢今天我们村长 全力的支持 真的很辛苦 然后还有我们当地的海西哥 他也是全力的支持 然后让我们台湾新义工 可以顺顺利利的把这个案子达到进度 慢慢的下礼拜进来的进度 一直完成到把这个房子交给我们的案主 此个案就是父母亲他们就是离婚 然后小孩子由爸爸来抚养 然后爸爸后来因病病故 然后就交由妈妈是外配来抚养 因为他们的那个房子已经长年都没有整修 有一点点贪产 所以才会去申请这个台湾新义工团 来帮他们做一个遮风避雨的家 旗港团新团来自国地 大家身处想笑 好着爱心 好幸福兴党志愿典 也专业来感谢他们的爱心感谢 台湾新的旗港团来我们好幸福兴党 我们好幸福兴党的旗港团来给他们建房子 我们这个旗港团的并像这个房子 漏洞都会漏洞 所以说生活品质非常差 台湾新的旗港团知道这个消息 这个船长会通报 所以说特别发动 几百人差不多七八十个 在这里来给他们的房子来做重建 我们一定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 付出休息的时间 来帮助我们有需要的人来做旗港 真是人感动 非常感谢我们福保船长 我们的房耀辉 给我们应勤 让这个旗港团来帮我们到三天 台湾新的旗港团 自从生日以来 正往国管市帮忙丁户人家来起身处 未来亚中帮助更多家庭 有一个杂风派好的所在安闻过日子 六中华新闻林桂英 福音彩虹报道